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可以把整个车手的驾驶数据都记录下来 方便后期的分析 这样这些老板车手在开车的同时也可以让职业车手帮他们来提高自己的驾驶水平 还有车载的摄像头啊 然后还有今年专门为中国比赛定制的韩太的光头胎 抓地力是非常好的 车手在开这款车的时候呢 上手是很快的 它在极限的操控的宽容度是非常高的 你可以享受到方程式的速度 但是又没有方程式的那些麻烦 这个赛事呢 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一个单一品牌赛 在欧洲已经比较盛行 然后我们也是想把这个赛事引进到国内来 在赛事规模上没有欧洲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快速地急动起来 主要的车手还是以绅士车手 老板车手为主 那么参赛的规模呢 大概在12台车左右 今年有四站 然后上赛两站 珠海一站 宁波一站 然后组别呢 我们分为1.3组跟1.5组 1.3组呢 是用的1300cc的引擎 那么这个马力是200匹 然后1.5组呢 是250匹的引擎 那么车会更快一些 我们期望最终我们的赛事规模可以像欧洲一样 一场比赛有20台30台的赛车